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呀咱们就要开新书了 开什么新书啊 实际上啊离不开咱们这个大块 咱们这个大块啊 就是乾隆皇帝的实权武功 今天呀咱们开新书 开乾隆皇帝实权武功 其中之第二 这第二功是什么功呢 这第二功啊就是这 平定准盖尔达瓦齐步之战 说实话 这大清国的诸多战争 您就说这乾隆皇帝的实大武功吧 要是让我给您讲啊 我爱讲这个打准盖尔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清平准盖尔的战争啊 实际上是清朝 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内部的战争 所以说呢 如果说呀 这个清朝在这些个平安战争当中 打了胜仗 不但平定了内部的叛乱 而且呀还震射了外藩 哪个外藩呢 就是北边那个红毛鬼子国呀 那个沙俄帝国 哎那帮俄区呀 离我远着点啊 我这骂的是沙俄帝国 现在这个帝国没有了 不是你爹 现在的俄罗斯 咱们聊的呀 是古代史 那会儿啊 就是称呼这些老毛的呀 为罗刹人 他们那个国家呀 叫罗刹国 不信呢 您去看这个康熙皇帝的起居住去 您看啊 这墨西蒙古准盖尔部 他后来叫什么呀 他叫准盖尔杭国 他经常呢 和他这个宗主国大清朝廷啊 找事儿 没怎么着呀 就刀兵相见了 这里边啊 十次打起来呀 那有九次都是这红毛鬼子呀 这俄罗斯人窜的着 不是给钱啊 就是给炮 他们窜的这个准盖尔杭国 闹独立 闹分裂 那这里边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 等你独立了之后 他一口再吃了你 那那大片的土地 不就成他的了吗 既然咱们这故事啊 都讲到了 这个乾隆年平定准盖尔的达瓦齐部啊 说实在这好日子 一天天的就来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就象征着 这个准盖尔杭国呀 一步一步的正在走向灭亡 距离呀 这准个二步 走向灭亡彻底的 王族灭了种的日子呀 是越来越近了 讲啊 哎 您先别忙 咱们虽然说呀 咱们讲的是这个达瓦齐部之战 但是要是讲到达瓦齐本人身上啊 咱们得且几集呢 我得呀 把这条故事线呢 给您捋清了 展开了不是 那咱们今天呀 就得先说是这大清国和这蒙古诸部的恩怨情仇 咱们要是往前倒啊 咱这步子就得卖的大点 那么到哪呢 那就得说到这个明朝末年 以这个隔壁沙漠为界呀 这蒙古啊 分了三大部分 哎 第一部分就是末南蒙古 然后是末北蒙古 再然后啊 就是墨西蒙古 这末南蒙古啊 我们都熟悉 这末南蒙古啊 它包括了这克尔庆部 查哈尔部 土摩特部 和这个乌拉特部 哎 当然了 还有一些小部落 不过我们都习惯的称它为啊 这个查哈尔部 您看呢 这个现在的内蒙古们呀 哎 基本上就是当年的这个末南蒙古 那么这个末北蒙古呢 这末北蒙古啊 又被称为卡尔喀部 其中啊 就包括了像什么 车臣韩国 土耳歇图韩国 因诺延 扎斯克图等等 这一地区在哪呢 这一地区啊 就在现在的外蒙 那么说这墨西蒙古在哪 这墨西蒙古啊 就在现在的新疆 以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 还有西亚的部分地区 这墨西蒙古啊 被称为这个 厄鲁特蒙古 或者是被称为 威拉特蒙古 不过我们现在 一般都说它呀 叫做这个厄鲁特蒙古 哎 它都包括了什么部落呢 它都包括了 准嘎尔部 和硕特部 和这个 土耳呼特部 还有这个 杜尔伯特部等等 哎 您听清了没有啊 咱们要说的这个主角 那就是墨西蒙古的准嘎尔部 咱们呀 再说这准嘎尔部 也就是墨西蒙古 和这个大清国朝廷的关系 以前呀 咱们先简单的交代一下 这个墨南墨北两蒙古 既然呢 咱们是从这个明末开始说呀 那会儿就还没有大清 那会儿大清叫什么呀 叫后金韩国 其实呢 这后金韩国呀 也是书面用语 其实人家肯定叫大金 没有哪个这个王朝 称呼自己为后唐 后金 后梁 后金 对不对 宋高宗赵构啊 他一说自己也是大宋皇帝 他绝不说我自己呀 是南宋皇帝 所以说呢 这一点读书的小技巧 您得记清楚了 哎 这读书可以这么读 聊天不能那么聊 我们都知道 这努尔哈赤刚创业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实力 非常的弱小 即便是他费尽巴拉的 统一了这个女真三大部落 哎 这三大部落都包括什么呀 包括这个建州女真 也就是这努尔哈赤的本部 还包括呀 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等等 哎 再加上他所有掌握的那些 所谓的索伦兵一起呀 也不得过呀 才十几万人的军队 那么广平了这十了万人 那怎么才能做大做强呢 当然他有两个办法 一呢就是西进南下 去欺负这个大明朝 这女真人呢 管这种事情啊 叫抢西边 哎 顾名思义啊 就是到西边去抢劫去 大汗一说出兵大明朝啊 好家伙的 整个女真珠部这些人呢 一听说去抢东西 各顶各的人仰马欢呢 跟吃个蜜蜂屎一样的高兴 从大汗的到普通的奇人 包括这些奇人的眷属们 是无不欢乐 哎 这可算是有进心了 哎 这和那会的呀 早期的八旗制度有关系 当年的八旗养兵制度 和后来的八旗养兵制度 是不一样的 没有良想 那会儿啊 这后金朝廷 养育这些八旗兵啊 那主要是靠这个战功和强略 不给工资 抢多少分多少 您看呢 这些八旗将士去攻打这个明朝 也就是去抢西边的时候啊 这些制装费用啊 都得自己出 这马鞍子呀 弓箭刀锚 全得自个儿买去 所以说呢 现在看来啊 他们去攻打明朝 去抢西边的时候啊 应该是一件很嗨的事 可是啊 当这些八旗兵竟去干这件很嗨的事的同时啊 总有人呢 要给他添点恶心 什么人呢 这就是漠南蒙古的林丹汗 要说这林丹汗呢 绝跟粪呢 绝对是够大 他是这个蒙古的第35任大汗 这算是传承有序啊 是从这承基斯汗那传下来的 所谓的这黄金家族啊 说的就是他们 要说这林丹汗这一辈子呀 睁开眼睛想事 闭上眼睛做梦 就只有一件事 什么事啊 复兴他的大元帝国 那要复兴大元帝国 那第一件事就要办什么呢 那就得先呢 统一这蒙古诸部 哎 这统一蒙古诸部 说说容易 可是啊 干起来那真是不容易 那为什么说不容易呢 因为这会的林丹汗呢 势力实在是太绕了 还别说呀 统一这个 末南末西末北 诸蒙古部落了 就是他的政令啊 连末南蒙古 哎 也是没人听 只能控制自己 实际的这个 查哈尔部蒙古 那他和这个 努尔哈士想的一样 自己怎么才能够 做强做大呢 于是在1640年 那会儿啊 在明朝奖啊 是崇祯年 在这后金奖啊 是皇太极的崇德年 这林丹汗啊 惠蒙蒙古诸部啊 他就想出了一条政策 他们呀 伤了出来一个计策 每当这个皇太极啊 哎 这个后金政权 去抢西边的时候 他们呀 就偷偷摸摸的 去攻打这个 后金政权的老巢 从内蒙啊 进辽宁 走法库 进铁岭 到二木林 路过赵本山他们家之后啊 哎 就到了赫图阿拉 努尔哈士的老巢了 这条路啊 我走过 虽然说呀 哎 有山有沟有鹤 但是啊 没有实际想象的那么难走 更何况啊 这大军呢 都去抢西边了 这后金政权呢 就更拿不出兵力 来防御这只蒙古骑兵了 那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在 诺尔哈士的活着的时候啊 就已然有对策了 他针对这个 漠南蒙古的办法啊 就是啊 要么大棒 哎 我出兵揍你 要么这样 我就跟你和亲 这种和亲呢 跟这个中原王朝 对少数民族的和亲 还不太一样 这八旗制度下的和亲呢 是这样的 哎 不是广嫁闺女 是也嫁 也娶 哎 叫互为生旧的关系 这诺尔哈士本人呢 他就迎娶了这 克尔亲贝勒 明安的女儿 波尔基奇特氏为侧福尽 所谓这波尔基奇特氏啊 实际上啊 他也是这个 成吉兹 波尔知金氏的 这个别称 正经啊 也能算上 这黄金家族的后裔 那这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这实际意义啊 就是说这 诺尔哈士 他已然成为了黄金家族 哎 蒙古大韩的女婿 他们那儿啊 不叫姑爷 他们叫什么来着 呃 叫大韩家的俄妇 诺尔哈士死了以后 就是黄太极继位 这黄太极他认为啊 自己的阿玛 也就是诺尔哈士啊 对付漠南蒙古这办法呀 很好 很先令 所以说就延续了这诺尔哈士 对付漠南蒙古的方针 一边呢 和这林南韩交战 另一方面呢 我还要娶你们部落的女人 要说啊 这儿子黄太极 可比他爹奴尔哈士赶下照理 这一下子呀 就娶了六位 布尔基奇特的姑娘 其中呢 光这克尔钦贝勒 蒙古斯他们家呀 就娶了三位 哎 一位是谁呢 是哲哲 还有一个是穆布泰 再有一位啊 就是海兰朱 您可别小看这三位 这三位啊 在清除后宫当中的地位 那是相当的高啊 哲哲 那是大附近 穆布泰 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后 顺治皇帝的妈妈 这海兰朱啊 那可是这黄太极 一生的白月光 她最爱的女人 这里边啊 她有一个小故事 我得给您说说 哎 从今天的角度看呢 算是一个伦理根的小笑话 哎 咱们讲古代故事吗 哎 不笑 白不笑 那是什么笑话呢 哎 咱们说这个 黄太极的老丈人 芒古斯 他是谁的爹呀 他是善善的爹 是这布摩泰和海兰朱的爷爷 这芒古斯啊 有一个弟弟叫明安 刚才啊 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明安把自个的闺女啊 嫁给了努尔哈赤 就是努尔哈赤的侧父亲 伯尔吉吉特氏 要是这么算起来 这努尔哈赤和黄太极 这爷儿俩呀 跟我们家当口话呀 算是连劲 哎 也叫一顿挑了 咱们在这儿呢 也就是一说一乐 咱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啊 去衡量古人 在那会儿的北方少数民族啊 他收纪婚 这父亲死了之后 这儿子呀 可以收纪父亲留下的 除了自己母亲之外的所有妃子 这都是合理合法的 没人笑话 更何况这种事啊 当然了 这种婚姻方式啊 收纪婚 哎 在入官以后 就被清朝政府明令禁止 定为啊 是非法的了 这儿您听明白了吗 有人说没明白 跟这克尔钦蒙古建立好关系 和这个林丹汗的查哈尔蒙古 有屁关系啊 哎 这您就不知道了吧 您仔细想啊 这一旦黄太极再去抢西边的时候啊 这查哈尔蒙古 我再去攻打厚金的老巢 这克尔钦蒙古啊 就发兵拦着 不让你打 当然了 这黄太极是谁啊 他不可能永远的留着林丹汗 自己的这个肘叶之患 于是啊 就在1632年的时候 彻底击派了林丹汗 要说呀 孩子是黄太极啊 真有出手的 这黄太极啊 抓获了林丹汗的八位附近以后啊 将这些妃子呀 哎 自己留两个 送给兄弟两个 再送给侄子两个 难道说 这帮女真男人就真的爱这些蒙古女人吗 实际不是 这叫做杀人诛心 是完全能活活的把人气死 哎 就是这么地 就靠这一招 这女真人呢 一下子 一下子就收服了这墨南蒙古 彻底啊 消除了自己的肘叶之患 今天呀 咱们把这个女真人 也就是清朝人呢 和这个墨南蒙古的关系呀 稍稍的讲了讲 明天呀 我还得给您捋捋 这清王朝啊 和这个墨北 墨西蒙古的关系 很快呀 这大清国真正的敌人 真正的对手 就要出场了 哎 要之后事如何 是您窃听 下回分解